现在慢慢进入高龄化的社会 而急急症老年人口也相当多 再加上急急症内也没有眼科医生 如果遇到有眼睛上的问题 长辈们都需要周车劳顿 前往医学中心的就医 而来自台中市的台中中央福轮社 透过地方民众了解到 急急症长辈不方便外出看眼科的困境后 特别汇集许多福轮社的资源 捐赠了4台价值300多万的高端眼科仪器 当初我有做社区调查 一方觉得说年纪大的人 他们在偏向 他们会觉得交动比较不方便 然后当他们不舒服的时候 他们的感觉就是忍着再忍 就忍过去了 然后他们会等年轻人放假的时候 来载他们去医院 可是如果年轻人比较没有空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那就忍过去 尤其眼科是一个疾病 他不会死人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就把他忍过去了 可是他忍过去的话会觉得很麻烦 因为眼睛不舒服 因为你每天张开就是要看东西 因为不舒服你就是会感觉到 就是眼睛一张开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我们后来也想 就是说应该把医疗的仪器带到乡间来 然后我们也很感谢黄局长 他把这么好的眼科医师 尤其刚刚董总的主任都带到我们积极来 然后只要他们有仪器 可以帮这些老人家们 他们就可以在自己所熟悉的卫生所看的病 然后如果真的有问题 他们就是可以再转到大医院 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是很有切身的感觉 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发挥 对我们福人真的是 真的做到社区的服务这样子 然后我们捐赠的是这四台仪器 那刚刚他有解释 那个是这一台的话就是说 说的也可以是一定要这台仪器才可以检查 然后那个是眼睛的度数 然后这个是眼压肌 然后这个是检查眼底 而其实在捐赠过程中 一次捐赠四台仪器负担相当的大 因此除了中央福人社以外 也有来自其他福人社共同投入做公益 一起投入捐赠的行列 可是当我们要四台仪器要一起捐赠 其实会感觉要是我们的经费是没有到那么多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台北民权福人社 还有我们1617的PDG 他们就说 好吧那我们来认这台眼压肌 所以这台36万的眼压肌 台北民权福人社就帮我们 很多像ITAC 大家都有尝试过这个电脑照片 其实他其实对早期预防 就是说断层少的对眼睛 后面湿网膜其实是一个 非常很好的一台仪器 而且你不需要散头 然后其实可以做到 很早期预防的疾病 那这就是我们福人美好的地方 然后我真的很感谢 南德县卫生局长 和陈科长 还有说卫生所的同仁 因为你们这个计划才能够继续做 然后能够把它完成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 未来能够 就是说 能够造福更多更多的人 大家能够用这个仪器 然后能够得到他们最好的势力 县议员王秋淑也到场 参与王艺员表示 这是相当感谢福人社的用心 捐赠了四台眼科仪器 来给地方做使用 尤其在亲自体验过后 不但相当便明 也可以及时了解到 自身的眼睛情况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国际福人社 全球奖助金 我们台中社还有台北社的 为我们这个乡镇的偏乡的地区 捐赠了我们的眼科的一些仪器 让我们这些乡亲能够在 眼睛的部分能够早期治疗 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为我们的乡亲 让我们的眼科 因为我们一般在乡亲 比较偏远的地区 都要跑到台中去检查 还是到彰化去检查 所以比较不方便 非常感谢我们台中福人社的这些 社友们能够为我们这些 偏远地区能够来捐赠这些仪器 让我们的乡亲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这样子非常感谢他们 我刚刚有测试了 我们眼科的那个眼睛的仪器的检查 因为他刚刚是测试了 我们的黄斑部的病变 所以在检查很彻底很清楚 可以马上检查 就可以马上知道说眼睛的部分 是否有病变 可以早期的发现 这样子我觉得很好 这些仪器真的很先进这样子 专业福人社长表示 这次最主要是捐赠因糖尿病 引起的黄斑部病变的检查仪器 让地方民众相当方便 因为我们是台中福人中央福人社 我们想要借由国际的基金 一起来帮助偏乡的医疗 想要帮助 最主要是要兼重 因为糖尿病引起的黄斑部病变的扫描仪器 还有帮助偏乡的人 因为年轻人大部分都已经在外乡 他们可以借由把医疗资源带到偏乡 然后还有卫生局把眼科医师也带到 这边来积极来 然后所以他们可以在自己最熟悉的卫生局 可以看他们的眼科医师 可以看他们的眼科 而不要忍着 因为不好意思麻烦到下背 然后他们可以觉得说 把自己的眼科不舒服的地方 能够处理得很好 县府秘书长也指出 受人口老化以及慢性病原因 疾病有许多种 而这是在县府卫生局结合地方资源 并在佛伦社协助下 总共决赠四台一气来给立方使用 也希望借此能够造福地方相亲 好 来到这个代表黎明珍县长 来到积极镇卫生所 参加这个台中中央福伦社 这个眼科仪器的这个捐赠 跟启用的这个仪式 那我们知道现在的人口老化 跟因为慢性病的原因 其实我们的很多乡亲 有很多的这个眼睛上面的一个疾病 比如说白内障 黄斑部的这个退化 还有这个视网膜的这个病变 那尤其是其中这个视网膜的这个病变 是这个导致这个现代人失明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病源 也是中老年人失明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南投县的卫生局 非常努力的这个结合这个民间的资源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 那个台中的这个中央福伦社 结合其他的十二个友好的这个福伦社 然后提出这个偏向视网膜的这个病变的这个筛检 跟这个眼科疾病的预防计划 然后申请到国际福伦斯基金会的这个全球的奖助金 总共奖助321万 提供我们视部非常先进的仪器 也就是3D的这个视网膜的光学断层扫描仪 还有这个我们的验光机 还有眼压机 还有这个眼科专用的这个裂系的显微镜 县府秘书长也希望 透过捐赠的视部仪器 能够让地方民众提早了解自身情况 减轻照顾者压力 那透过这个视部仪器呢 可以早期的这一个检查书 我们这个不管是有这个糖尿病的 或者说中老年的这个病人的 这个眼底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状况 也可以及早来治疗 那也可以减轻照顾者的这些压力 那林明珍现场从上任之后 其实对于偏乡的医疗也非常的重视 不断的透过这个卫福部的 比如说这个医中计划 或者结合民间的资源 希望能够提供我们这个民众 更多的一个医疗的人力 医疗的一个经费 还有医疗的仪器 来守护大家的健康 真的能够达到这个健康幸福快乐的 这个观望首都的一个目标 先议员肖志全表示 想但感谢福伦社对于地方医疗的关心 尤其在福伦社协助之下 前来集体卫生所不但捐赠四部 价值将近300万的仪器来给地方使用 尤其偏乡眼科医师也相当少 相信在他们的捐助之下 能够有效提升偏乡医疗品质 非常荣幸来参与台中市3461地区的福伦社 各大福伦社来集集卫生所 捐赠包括糖尿病 以及四网膜病变 以及眼科疾病一些筛卷的 一些的仪器的一个捐赠仪式 我想偏乡眼科的医师本来就很少 所以会因为一些长辈 因为输医就医 造成眼睛或者糖尿病方面 一些加重的病情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国际福伦社 3461地区的各福伦社团 今天共同一起来到集集卫生所 来捐赠有关眼科疾病的 以及糖尿病的一些筛卷的仪器 希望能够促进以及增进 改善我们地方民众有关相关疾病的 一些治疗以及预防 真的非常谢谢他们 这个国际福伦社的基金 能够关心我们天乡民众 因为输医就医造成的遗憾 非常感谢他们 希望这些仪器的进驻以后 能够改善包括积极 中疗水里地区 一些民众就医的不便利 让他们及早发现自己 包括眼科 以及糖尿病方面的病变 改善能够促进自己身体的健康 而这次所捐赠的四部仪器 对于眼科医师来说 是为病患检查的标准配备 因此相信在福伦社捐助之下 不但落实福伦社的精神 也能够有效提升偏向医疗品质 那我本身也是一位眼科的医师 那其实我们今天捐赠的这个设备 那在台中市或是大的城市来说 这个都是诊所或是医院里面的 基本的配备 那我们很开心 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些 基本的需求的仪器 送到我们这南投比较偏僻的乡镇 那刚刚呢这个我们红秘书长 已经把那些仪器的设备 捐赠的由来 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在这边只是想要 呼吁推广我们福伦一个服务的理念 我们福伦其实叫做行善天下 就是doing good in the world 那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这次捐赠的这个福伦社啊 有韩国来的也有台北来的 因为我们福伦是没有国家或是地区的限制 我们呢只是想要帮我们的一点点的心意 服务给我们的社区 服务到我们国际 那希望呢大家呢 有被我们福伦的这种服务所感动 然后呢也帮我们推广一下 我们福伦服务的精神 紧急证卫生所主任表示 在偏向眼科检查仪器相当少 尤其有许多长辈 不但有三高 更需要这类的仪器来协助 以往都需要自行前往医学中心来检查 现在不需要 只要有需求都可以来卫生所 我觉得在偏眼地区 他眼科的仪器是非常少 而且像这方面的需求 随着三高而来 有很多老年人非常需要这方面的服务 尤其是在积极 在乡下很多都是老年人 那有很多属于糖尿病 高血压的病人 他们的眼睛有问题 他们就要远赴 积极要到各都市或医学中心 才能做这一项的检查 可是呢 由于透过这个监政的一个情况 我们积极也可以做 让我们的老人能够更接受到 更妥善的医疗照顾 由于这个以前跟中榮 我们合作的时候 一切都是搬来搬去 但是由于我们现在自己购置 就放在卫生所 第一方面来讲 这可以让仪器避免移动的问题 产生不精准 而且也会让中榮的医师判别上 会有相当的困难 由于有这样的仪器 中榮医师就不要搬 不需要靠搬来搬去的仪器 让我们的就医更能可进 更方便 有关于这次监政的仪器 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仪器 那就是眼内的一个电脑断层 而这电脑断层它能够做什么 它能够看黄斑部病片 而糖尿病几乎十个 大概有超过五个人以上 黄斑部都有一些病片 所以这方面的利用力是非常的高 那我们就可以不要到医学中心来 那也欢迎积极的证明 或附近村里的一些居民 如果不方便到医学中心 可以来到我们积极卫生所 我们会固定一个月的门诊公告 然后请大家老百姓 可以永远来参加我们的门诊 偏向医疗品质缺乏 尤其积极症内并没有眼科医师 这是在福伦社捐助下 不但获得四部将近三百万元左右的机器 更能够有效地为地方提升医疗品质 医院们相当感谢福伦社 对于地方的关心与照顾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让偏向长辈受到好的医疗服务 明星文秋平以专题采访报道